彩金牌 欢迎收看亚洲奇王 我是郑一杰 台北股市现货以及一月起子 今天出现一个区间霞幅震荡的一个走高行情 中场现货涨了14点 而一月起子涨了11点 在今天的节目里面 除了要给全国投资朋友看一下我们的操作之外 更重要的是整个节目的内容 主要是要讲给我们全体的会员 特别是昨天刚加入的 昨天刚完成手续的新同学 以及一位住在桃园的陈先生 这位投资朋友 听 为什么我说今天的节目要特别讲给这些人听 因为很简单 在昨天这样一个大幅度一个震荡行情当中 我们展现了我们的操作功力 拿下了这样一个成绩 吸引了不少投资朋友来电洽淳 简直可以说是满线 而且有很多人 是当下马上就做了决定 那当然其中有一位这个桃园的陈先生 他对于曾老师的操作可以说是战不绝口 为什么 因为在昨天的行期里面 我说的昨天是一个片很大的双八盘 对不对 而且昨天震荡很剧烈 空间非常的活泼 这位陈先生他告诉曾老师说 老师啊 我看你的节目很久了 我发现你的操作 真的是神准无比 精准无比 这个连那个转折点 你都非常厉害的掌握到 像昨天 高点叫八五七三 你呢 竟然能够知道八五七零就是高点 昨天的最低点 它叫八五一四 你竟然能够知道 八五一九 这边就是低点 这位很可爱的 特别的一个陶渝的陈先生 我想我们昨天有通过电话 我想我在电话里面 就很清楚的告诉你 其实我本身只是一个 专业的一个期货分析师 我绝对不是神明 你能够看到我这样的成绩 我必须要说明一下 并不是我个人精准 而是我的先人指路 实战系统精准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辅助工具 会让你感觉到 曾老师的操作 好像犀利无比 但是透过今天的节目 有一些真相跟一些事实 我想要讲给我们 昨天才刚参加的新同学 以及这位陈先生来听 我想今天你只要是新同学 特别是昨天参加的 今天一定会非常非常认真 来收看曾老师的节目 想要看看曾老师在节目上 所讲的跟我实际出手操作的 到底有没有完全吻合 还是曾老师跟很多人一样 都只是在夸大其词 在欺骗投资朋友的血汗钱 我想今天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示范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整个行情 今天的整个行情 我写着一句成语 它叫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为什么我说今天这个行情 我要下这样一段成语 叫做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很简单 在今天这个行情里面 你只要是做期货的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在干嘛 都在度估啦 为什么我这样讲 因为今天最高跟最低 它只有32点的空间 看起来好像有32点的空间 但是实际上 你只要在这个高点过后 你会发现 它根本只有小小的 十几点的一个空间嘛 那十几点的空间 对于操作期货的投资朋友来说 它真的一定是巧妇难为五米之吹啊 其实不要说对投资朋友来说 对于任何人来说 它都是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因为行情不会波动 它就不会产生空间 没有空间的情况之下 你咧 要获利的机会 当然就是南上加南 所以今天我下的这段成语 就是为今天的这整个盘事咧 来做一下注解 那我说话刚刚说了 你只要是昨天 成为我们新的同学的家族成员 在今天你一定会特别认真的 看一下曾老师的操作 对不对 你想要看看曾老师这个人 到底说话实不实在 是不是今天又要再 在电视上告诉你 我们大获全胜 当然我一定会把我们今天的实际的操作 一五一十的公开在荧幕面前 甚至于这位可爱的陈先生 我说了昨天这样的行情 你千万不要把我当作是神 为什么 因为我说这是因为我们的系统好用 我们这套软体好用 才能得到这样的结果 然而在今天的行情里面 曾老师又是如何操作 直接来看一下这是今天整个走势图 在今天的操作里面 虽然行情这么的狭幅的一个震荡 区间震荡 我们依然是出手做了两趟 那这两趟它到底是对还是错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操作 首先在昨天的节目里面 我应该有告诉各位 先人指路的一个大方向 它依然持续的站在空方 对不对 那在今天早上我们第一次出手 8点53分的时候 我们做了第一次出手的动作 这个出手的动作一样 我们按照我们指标告诉我们的方向 先人指路5分钟指标 站在空方 我们请家族成员第一次出手 就是在8532附近 直接干什么 试驾做空 停损 35点 这是我们今天第一次出手 8532做空 至少两口单 那做完这笔单之后 经过了大概各位 10分钟的时间 我们继续的再出手第二次 那这是第二次的出手 我们做了什么动作 当今天行情来到了9点03分的时候 我发现我们这个8532的空单 其实空的点位并不是很漂亮 所以我请我们的家族成员 全部做一个试驾平仓的动作 并且直接试驾 做一个反手的动作 反手做多的一个动作 时间点是在9点03分 那当然既然是试驾操作 我们来进行一个对驾对时 9点03分请会员试驾反手做多 他大概会成交在哪里 8535跟8536 这是经过一分钟的时间 家族成员收到 讯息的时间是在9点03分 对不对 当时我们请家族成员8532的空单 试驾全部平仓 并且试驾反手做多 因此今天的第二次出手的时间 我们大概是在8536 去做一个反手做多的一个动作 因此这个8532的空单 在8536反手做多 它当然损失8点 它当然损失8点 那当然最后 我们这个8536到底出在哪里 当然赶快继续来看下去 这个8536的多单 到底我们是在什么地方 我们是在什么地方全部出清 直接来看一下12点05分 盘我看了看 看到12点05分 我告诉会员 今天盘市太宅 还有8536反手多单者 全部在成本价附近出清 这就是我今天的操作 我今天的操作 8532做空 8536反手做多 损失8点 8536反手的多单 最后在8536出清 没有损失 当然也没有获利 这就是今天我们的整个操作 一共 损失几点 它叫损失8点 我想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或许很多投资朋友已经想转台了 为什么 因为你可能会觉得 今天我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去做多 然后在这个地方去做空 才是一个专业的一个操盘手 那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 麻烦你现在就可以转台了 因为我不是你的菜 我不是你的菜 如果你想要找这样一个人选的话 欢迎你去寻找 但是 我是正常人 我没有办法做到 今天买在8516 空在8548 那我想 昨天参加的新同学 你今天看到我这样一个操作 各位 我到底是说实话还是说谎话 我想你心里非常有素 我想你心里非常有素 而这一点又跟桃源的陈先生有什么关系 我想昨天桃源的陈先生 你误把我当神明的事情 我真的是当之有愧 为什么 因为在昨天 其实你看到我们这样的操作 或许对你来讲很有吸引力 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一件真正的事实 在投资的市场里面 我不可能做到每天都赢 我不可能做到每天都赢 特别是当这种行情出现的时候 我坦白告诉你 我甚至于有可能是小赔出场 因为今天的盘对我来说 真的可以说是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所以我要告诉这位陈先生 桃源的陈先生 当你看到我们昨天 很开心的度过了一个交易之后 你可能会以为我每天都可以 做到这样如此的犀利的一个操作 我必须要很清楚地告诉你 我们的操作肯定是有对也有错 但是我要告诉你那些还没转台的投资朋友一件事情 在我的操作字典里面 虽然有对也有错 但是我一定会坚守一个原则 什么原则 在做错的时候 我一定会做最严厉的一个风险控管 我说了我的操作字典里面 只能容许三种结果发生 哪三种结果 第一种结果 它叫大胜 第二种结果 它叫做小胜 第三种结果 它叫做小错 那今天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发生了第三种情况 它叫做小错 我只能说在我的操作字典里面 绝对不会有大错发生 什么叫大错发生 我想大错发生 这件事情很容易出现在散物的身上 散物为什么发生大错 因为他们不懂得风险控管 只要一做错单 可能就会拼命的凹单 以今天的行情来说这么窄 虽然你在今天你凹单 你没有任何的损伤 你好法无伤 但是我相信在过去的经验里面 你曾经一定因为凹单 而损失惨重 有这样的经验 因此身为一个专业的 一个奇货分析师 我必须要很老实的告诉 全国投资朋友 我的操作肯定是有对也有错 但是对的时候 它是长这个样子 那你说我昨天有没有损失 我昨天也有损失 因此今天这个节目 我非常开心的要告诉 我们刚参加的这个新同学 以及这位陈先生 甚至于很多那些 只想要找神明的投资朋友 我说你今天看完我的节目之后 如果你没办法认同 我们这种小错发生的话 你不允许这样小错发生的话 我说了我们彼此不会适合 说真的我们彼此不会适合 因为你要找的是一个 一百分的分析师 你要找的是神明 但是我会非常老实的告诉你 我绝对不是神明 我只能说我能够带领你 大胜小错 大胜小错 因为也只有这样 你才能够在这个期货市场里面 长长久久的生存下去 试着想想看 在昨天的行情里面 我们得到的结果是这样 那在今天的行情里面 我们得到的结果是损失八点 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如果用长远的眼光去看 你认为能不能累积到价差 累积到空间 其实我要做的是这件事情 而不是要告诉你 我每天一定做对 其实坦白讲 在前几天我们每天对 这个 这样的一个操作 这么顺的一个情况之下 讲真的 我相信有很多投资朋友 你一定不相信 对不对 你说哪有可能 那每天都会 我敢告诉你 我今天连这样损失的一个动作 损失的这样一个点数 我都不去忌讳的敢告诉你 那这有什么好假的 这有什么好假的 所以我说新同学 在今天真的做不顺的 看一下测标 剩下11天 曾老师依然会再接再厉的操作 曾老师依然会再接再厉的操作 我并不会因为这一点点小小的挫折 然后就不敢带着你操作 坦白讲对于这套系统 从去年2013使用到现在 也使用了一年多 这一年多以来 我相信有很多人 不断的在追踪我的节目 因为你们知道 我每天一定都会动作 动作完毕之后 接着在电视上公开的 告诉你我们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抠讯 以及对错的一个结果 那这一年多下来 我认为我已经非常地尽责 在带领我们的家族成员 这中间当然会有一些小错发生 但是对的时候 我说了一定是一口咬到底 为什么会一口咬到底 因为很简单 当我们这套仙人指路系统 告诉我们我们站对方向的时候 要勇于续报的时候 我就不会轻易的 将手头上对的部位给出脱掉 但是相反的 当我的判断错误 或者是仙人指路的判断错误 一旦发现错误的时候 不管是系统所给我的讯息 或者是我个人经验的判断 我都会在第一时间做好最严密的风险控管 就像昨天 我们找盘先是空在第一档地区 8539 接着8545 很快的反应过来 反手做多 也是损失啊 但是这8545反手做多之后 它果然就上涨到我们的压力区 马上就涨回来 涨50点 接着压力区 系统用户再去空 跌到了8519的支撑 它就跌了102点 这些我想 不是只有你在看 是我们全体家族成员在看 但是如果今天我有心要骗你的话 我坦白讲 我大可以来告诉你 我今天呢 甚至于 我可以告诉你 今天我没有赔钱 甚至于我可以骗你 我今天赚钱 但是我妹子 我如果这样做的话 我觉得我对不起我良心 特别是昨天实在太多 新进的家族成员 这种话我讲不出口 我做不出口 我说不出口 所以在今天 我想新同学也看到了 我们的操作都是坦坦荡荡 老老实实的面对观众 所以我说 如果你在今天看了我的节目之后 你能够认同我们这样一个操作 我指的是那些能够认同我操作 坦白讲很多投资朋友 好像给我的感觉 因为坦白讲我回公司之后 也会接到很多来电洽询投资朋友的电话 有一些人 他给我的感觉是他们想要找神明 那如果你是这种心态的话 拜托你不要找我 我真的帮不了你 因为我不是神明 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们这样也没办法合作 也没办法配合 所以说 我今天所要讲的节目 如果你是专门要找神明的话 你找别人 但是如果你能够接受 这种小错 大圣的这种操作的一个法则的话 我说了 这个 就是我要送给你的 封关前的最好的一个礼物 封关前最好的礼物 因为这个短天期 我说了放大一倍 他就是放大一倍 而放大一倍 你说他有很贵吗 以昨天来讲各位 有很贵吗 昨天你做了怎么样 昨天被修理两趟 被多空双八的 你做了怎么样 我说在昨天的行情里面 不用讲太多 你一趟多单损失三十点 一趟空单损失三点 这一来一回就是两百点 那你看看这个 比较一下这个 搞不好你做两口单的 昨天就损失掉这些金额 所以在未来的操作里面 我说还有十一天 你必须要跟着一个 真的很稳定的人 稳定的人不是每天对 我跟你讲 我办不到 我没办法每一笔都对 但是我能做到的是 控管好风险 对的时候 让你掌握到这样的空间 错的时候是长这个样子 就是这样子 你能够认同这种理念的 你再来做这样一个动作 来做这样一个动作 不要说 闲闲没事做 来问看看那种好奇的 其实这种人也很多 我也知道 但是你知道吗 你这样因为好奇心 然后来问看看的 然后问完之后不了了之 还要考虑的 其实对于我们助理人员来说 是很浪费我们助理人员的时间 所以我希望在今天 你看完我节目之后 刚好今天礼拜五 明天礼拜六 后天礼拜天 你有足足三天的时间 你要认真的想清楚 你真的能够接受我 能够认同我的 你考虑清楚之后 你再做动作 好不好 因为我们每一个助理人员都非常的忙碌 他们真的非常忙碌 每天工作时间都15个小时 我真的看了很于心不忍 如果你这时候还去浪费他们的时间的话 我真的会觉得很心疼他们 所以我希望你真的认同 我们这样的一个理念 我个人这样的一个理念 做对的时候再看一遍 今天做错的时候是长这个样子 昨天做对的时候是长这个样子 你真的 你扪心自误 你能够接受这样的 你再采取行动 而你只要采取行动 我说了 我也不会对你失礼 不会失礼于你 懂我意思吗 我说该放大我放大 因为我希望 每一个人都跟我们一样 马年就要来了 希望各位都能够马到成功 过好年 所以说在这三天里面 不管别人说他多厉害 如果你认同他的 我也欢迎你去找他 因为他可以带你买最低卖最高 我今天没有办到 我承认 我大方的承认 如果你要真的要找这样的一个人员的话 天天买最低卖最高的话 我办不到 我必须要老实告诉你 我也做不到 天天都如此 天天都如此 我只能说我尽力而为 所以有兴趣 认同我理念的 你在经过理性审慎思考评估之后 我欢迎你采取动作 并且善加把握中场休息的资讯 我们休息一下 民国55年 全台国小每班约52个学生 当时约20个年轻人 抚养一个老人 民国101年 全台国小平均一班约25人 预计民国111年 约4个年轻人 需抚养一个老人 随着社会的变迁 少子女化与高龄化 已影响年金制度发展 谈息下一代 请支持年金制度改革 曾老师推出短天期 一起发198加特会讯息 只要您试过用过就知道 一试一用成主顾 曾老师给您讯息加软体 一起拥有一次到位 请恰讯02-2578-3777 2578-3777 亚洲投股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咨询电话02-2578-3777 2578-3777 别问我草本驱文喷我 小黑文也泡泡哦 倒着喷也OK哦 有喷的包子哦 别问我草本驱文系列 头疼永思思 美国进口原料 最新peace认证通过 会退休会急疼 思思解痛加强定 曾老师说 期货是现货新型指标 掌握多空方向 才能战胜市场 我们拥有一套 快 狠 准操盘系统 帮助投资人快速累积财务 快 多空利害 机不可施 狠 顺势加码 推升过移 主文 停力停损 确保不失 想要战胜期货 选最好的曾老师 请速拨打 022578-3777 022578-3777 陶疼永思思 美国进口原料 最新peace认证通过 会退休会急疼 思思解痛加强定 曾老师推出短天期 一起发198加特会讯息 只要您试过 用过就知道 一试一用成主顾 曾老师给您讯息加软体 一起拥有 一次到位 请诧询 022578-3777 2578-3777 亚洲投股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咨询电话 022578-3777 2578-3777 我家有喜事 是我生日 旺仔牛奶糖 我家有喜事 我儿子结婚了 旺仔牛奶糖 我家有喜事 我当爸爸了 加油喜事 就有旺仔牛奶糖 旺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华财经台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那么接下来的行情 到底该怎么看呢 一样 不要凭感觉 不要靠猜测 也不要道听途说 到底要怎么研判呢 在昨天的节目里面 我已经告诉你了 1月9号 这昨天 30分钟波段指标 我说注意 8564翻空 方向转空 那今天到底 仙人指路的波段指标 产生了什么变化呢 我们直接赶快来看一下 拉近一点这边 这是昨天翻空的 一个讯号 8564 各位看得非常清楚 整个拉远 各位可以看到今天 虽然它是收红盘 可是我要在这边提醒你 30分钟波段指标 注意 8564翻空 方向还是转空 还是偏空 千万不要以为 今天这样小幅度的一个 上涨行情 你就要改变你的方向 我说一切不要凭感觉 不要靠猜测 完全交给科学 来判断 完全交给科学来判断 那么我想 从1月2号到今天 1月10号 已经经历了7个交易日 你有在操作棋子当中的 有没有试着去问问自己 在这7个交易日里面 你到底做得怎么样 我想在这7个交易日里面 特别是后面这几天 行情波动 相当剧烈的一个情况之下 势必有很多投资朋友 因为不当的方法 而赔到钱 对不对 甚至于 有很多人想要寻找 专业的分析师 来带领他操作 那在这边 曾老师要特别提醒 如果你是正在要寻找 这种专业分析师要带领你操作的话 你一定要去留意电视上 每一位期货老师 他们的一个动向 这边提供你一个撇步 什么样的老师才值得你选择 只要你去看投顾节目 你会发现一个铁折 这个铁折 也是我观察多年所发现的 只要他在台面上 他永远只是在那边单纯解盘 而没有拿出他实际的操作 来给你做验证的话 只是在那边划山划水 在那边解盘的话 他就是属于以下两种人 第一种人 他根本连做都没有做 那连做都没有做 怎么可能带着你赚钱 当然是不会赔没错 但是根本没机会赚钱 不是吗 那第二种情况 就是他做错不敢说 这绝对是铁折 所以你只要看到一天到晚在解盘 特别是齐渥老师 在那边解盘的 没有拿寇讯给你看的 他就属于这两种人 我希望你能避开这样的一个情况 因为你想要找的 就是一个真正专业操作的人 那我说我每天所讲的 都是实战操作 只能透过实战 才能够验证一切的专业 回顾一下这七天 我们是怎么做的 今天1月10号 对或错 我从来不忌讳 我宁可承认我错误 我也不愿意用解盘 来掩蔽我错误的事实 今天损失8点 这个8还写的特别大 损失8点 昨年的操作 骗很大的双8盘 也有损失1比12点 结论结果是这样子 我想你昨天已经看过我们的 所有的操作的一个明细 还有抠讯 1月8号 是长这个样子 1月7号 你自己看 有眼睛自己看 是长这个样子 1月6号那一天 其实老实说 这一天我有赔 这一天我有损失 所以在这七个交易里面 我总共有损失了 发生损失了两次 两天 那再往前看1月3号 各位 他都是长这个样子 再来看1月2号 这就是这七天以来 我们每一天的动作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都在节目上 跟你做一个清楚的交代 因此我说 我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 我就算做错了 是可杀不可辱 我宁可承认我的错误 我也不 不愿意单纯去跟你讲理论 单纯解盘 因为那讲的都是废话 而且字朴其短 你只要仔细去看 投顾节目的帖子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只要单纯减排 他已经观望没动作 做错不敢说 而我一定是每天出手 出手完毕 跟你对价对食 跟你验证结果 但是一样嘛 还是声明一下嘛 这个节目内容 完全分析指数掌结点数 并非论述绩效点数 我们分析专业操作 绝非保证确可获利 金融市场风险与报酬共存 过去绩效不代表未来绩效 讲到这边 我想很多投资朋友 也看清楚了我的为人 特别是新近的一个家族成员 也验证了我今天所讲的话 跟我实际的操作 绝对是百分之百 完全无误吧 所以我说 在这三天里面 你看遍了所有的投顾节目 甚至也看了我的节目 我希望你能做到一件事情 你真的做好心理准备 也想清楚了 也考虑清楚了 我要送给你就是这个 放大一倍 放大一倍 说到做到 放大一倍 因为我希望各位都 马到成功过好年 但是我希望 你不是只是来问问的 你很有诚意 你也很有决心的 希望在年关之前 再打拼的 你再做这样的动作 最后祝大家 周末愉快 我们下周一见 谢谢各位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各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物理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够参考 投资人因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病资付统集中线 我们下周一见 曾老师推出短天期 一起发198加特会讯息 只要您试过 用过就知道 一试一用成主顾 曾老师给您讯息加软体 一起拥有一次到位 请恰询 0225783777 25783777 亚洲投顾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咨询电话 0225783777 25783777 2566约会吧 年轻漂亮 566染发霜 不只没有化学成分PPD 更添加天然植物精华 我头上我筋 没哒哒 没笑笑 主人个少年 不只漂亮 更加开心 开心 漂亮 曾老师说 期货是现货先行指标 掌握多空方向 才能战胜市场 我们拥有一套 快 狠 准 操盘系统 帮助投资人 快速累积财富 快 多空厉害 急不可施 狠 顺势加码 推身过矣 注文 经历停损 确保不失 想要战胜奇货 选最好的曾老师 请速拨打 0225783777 0225783777 来去小威海盗村 哈喽 有啦 吕啦 Garr 曾老师推出短天期 一起发198家特会讯席 只要您试过 用过就知到 一试一用晨主 感谢观看